計程車移到這邊過來 現在我們計程車有一個口號 早上一班 中午一班 晚上再一班 快準備下班了 司機大哥說自己一天工作 快要12個小時 載客數卻只有三次 生意比以前掉了快一半 生活都快過不下去了 原因就出在原本在一樓東側排班 因為配合高鐵的接送分流措施 他們被迫移到南側門 造成生意大受影響 一些時間12點的時間在跑這樣 待起碼 那個錢算起來少得到三分之二的錢 搬來他的計程車招呼站 因為他有20個停車隔 現在他來這裡存五個停車隔 在這個地方是算不明 讓客人不知道說 這裡有一個招呼站好寫車 南側門除了民眾較少進出 招呼站標誌也不明顯 但看看另外一邊的計程車車隊 由於是跟高鐵簽約合作 司機還會幫乘客開門 服務相當周到 客人是絡意不絕 讓這一群沒有加入車隊的私人小黃 覺得無奈又不平 大家都要生存 也有家庭 我家要家要家 你這裡的家屬家 都沒辦法在這裡 叫你家屋補助 那個市民的補助 你現在有多得了嗎 沒有多得了嗎 他們這20幾家 有100幾台車的人 沒得吃飯 今天我們來開個協調 協調說 是不是五家至八家 可以讓他們的 也不可以說交通 也可以讓他們生化 由於攸關 100多位小黃司機的生計 地方也希望能爭取在一樓東側 恢復部分的排班停車隔 但高鐵公司表示還要再評估 不過各單位近期內也會在區公所 召開協調會 招出一套改善的方法 讓事情能夠順利解決 既然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